國民黨多勢之秋啊 還有郭台銘的變數在 尤其包括現在黨內喚猴聲浪不斷 而且剛剛我們上個小時有提到 傳出什麼已經有過半中常委私下 被挺郭派溝通 在7月23號前的中常會上要提案 撤回對侯友宜的總總提名 當然侯友宜今天也針對這個傳言回應了 當然還是說大家會團結啦 一起共同面對 也相信郭董跟他一樣 還有動之以情都是拜關公 重情重義重承諾 我今天就覺得到現在 去跟郭台銘做這樣的喊話 本身是沒意義的 他上次拜的也是關公啊 對不對 所以還不是一樣 而且有人認為郭董是 重情重義重承諾的人嘛 如果有人真的這樣認為 那我想認識一下 看看你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想 那他就是個生意人嘛 他永遠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 他認為最有利的方式去做 所以他會做什麼選擇 就看他自己 他自己內部也有在做民調 所以他會選擇一個對他最好的時機 跟他一個最好的狀況 他會選擇自己要不要出現 那對他來講最差的選擇方式就是四咖 他自己單獨獨立參選 那對他來講其實最不利的狀況 我想郭董自己非常清楚 所以對他來講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把侯友宜換掉換他上來 這是最好的 所以他當然會積極往這個方向去走 可是問題是如果國民黨真的做了這樣一個操作 我就直接預言吧 那整個非綠大概就只剩下柯文哲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把侯友宜換掉 不只是侯友宜垮 老實講大概整個國民黨都垮 那國民黨是連立委都不要的話我就覺得 我就勸他盡力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是ok的就是你把2020大敗再重新再演一遍 那國民黨如果想要這個方式的話 我覺得ok啊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董事長第一個 他現在動作都已經做了這麼明顯了 你還會認為他守承諾 我覺得這個未免對他太有信心 那他只是在看看什麼 看你侯友宜是不是真的那麼弱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要堵住郭台銘這一條路 就是你侯友宜要變強嘛 你侯友宜只要夠強 你如果短期之內民調能夠回升到20%以上 郭台銘就會開始猶豫了 然後那些挺郭的也會開始猶豫了 那如果你持續低迷不振 你現在17%多 等一下過兩天你掉到15%多 那當然郭台銘就純純欲動了 這很正常的嘛 所以不要去看別人會怎麼做 重點是你自己要怎麼做 你到底要怎麼樣把自己變強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前兩天的侯涵會 我們也看到了 表現就是沒有大家期待中的表現 那如果你一次兩次三次都是這樣的話 那請問一下 就算金曉道來幫你又怎麼樣 就算黃富新黨不已經幫你設好了一個 台子只不過讓你做一些表演 做個動作你都做不出來 那請問一下接下來還能怎麼幫你 所以我覺得重點不在於郭台銘 重點是在侯友宜本身 你侯友宜到底能夠做出什麼東西出來 你能不能夠趕快展現出 你過去警戒提案這種魄力 然後在不管在政策上也好 在談話上也好 趕快展現出你的霸氣出來 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 就是能夠掌握2024人 而不要讓人家覺得 現在好像都是旁邊人在幫你敲邊鼓 你自己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能讓人家有這種感覺嘛 亮哥認為說說 會一路撐到12月啊 然後選民自動棄保 我認為不會這麼樂觀啊 我是不認為啊 我認為如果 在7月中之前 侯友宜的民調還沒有起來 我認為換侯不是不可能會發生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因為國民黨你沒看到嗎 他們那些小機器現在反彈越來越大 那因為每個人都想著自己的選舉嘛 別人選不選上是一回事 自己能選上最重要 人都是自私的嘛 所以很可能會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的話 我覺得要重演當年換出事件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再加上郭台銘在外界 的很多攻勢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像還就是這樣的黨啊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期待 所以重點還是在於 金小刀既然已經上任了 那他有沒有辦法 在10天半個月之內 就衝出一波聲勢出來 我覺得金小刀的助力很重要 那當然侯友宜自己更重要 他最近上個月底開始 他講話已經開始有所轉變了 大家都有看到 可是我必須坦誠的講 還不夠遠遠不夠 還差得遠 你如果沒有辦法展現出你的霸氣 你的那種當仁不讓 你的那種我就是會選贏的那種態度 不是只有嘴巴講我們一定要贏什麼 那個東西沒有用 每一個人都這樣喊 但重點是你要展現出你自己的 那種氣勢讓大家回歸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那就是完蛋 我估計 所以應該大概七月 大概下禮拜應該就會有一波新的民調出來 理論上是這樣 會會會 對啊 所以下禮拜那波民調就非常關鍵 那波民調如果侯友宜沒有辦法拉到20%以上 那侯友宜就真的危險 那郭台銘一定會操作 郭台銘能不能操作成我不知道 但只要他一旦開始真的左手這樣 在黨內這樣操作下去 這個黨已經散了 這個黨已經散了 那那我覺得就不要想到最後 很多人不一定看到了票全部跑到柯文哲那邊 我覺得是會發生的 請韓兵來談談韓兵 就是剛剛這個董哥已經講了 如果這一局韓兵選下去的話 假如是韓國語女兒韓兵選下去的話呢 未來可能都可以成為台北市長的人選 賓哥怎麼看 請問一下韓兵是國民黨員嗎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吧 不是嘛 不重要 所以要兇招了 所以我覺得 不是 韓兵當然是不錯的人選 如果他自己有意願的話 我覺得也OK 可是這個問題已經吵了好幾個月了 我記得一個多月前就已經大家在講到 當時韓兵其實就已經講到沒有意願 然後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你們國民黨自己初選又辦了 辦了一次又卡在那個地方 然後現在重新又回來找他 那我覺得你們如果要去拜託人家 不應該是用這種方式 也就是朱立倫講那個話我聽不懂啦 什麼叫做他一定有辦法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到底在幹嘛啦 我覺得國民黨做事情 尤其是朱立倫這個主席做事情我完全看不懂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韓兵是不到人選 那很簡單嘛 你就算要娶老婆也要八人大叫抬回來啊 是不是你就很隆重的 你直接黨主席率領黨重要大佬直接殺到 殺到韓國瑜家找韓兵韓國瑜就深談嘛 直接面對面去談啊 然後不要用這種情緒勒索的方式 然後這樣我覺得這種做法很討厭 為什麼我就直接講吧 自從注意人上台之後我覺得國民黨變了一群賊 你們做事情都不能正大光明的嗎 都一定要這樣小鼻子小眼睛這樣偷偷摸摸的 好像像個諸葛亮 諸葛亮一樣實際上是個諸葛亮 對啊奇怪了 你們堂堂一個百年大黨 堂堂一個黨主席 有什麼話開門見山講嘛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 每一個在那邊偷偷摸摸的 我不懂這是到底什麼意思 那剛潔秋言已經說了嘛 他考慮過 那他覺得現階段不適合 那你們可不可以去打動他 當然可以 那就想辦法去打動他 想辦法去跟他 去當面跟他分析利弊得失啊 去跟他深談啊 去了解他到底有哪些顧慮啊 不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要用這種 放一下這邊放話 一下那邊放話 一下這邊摸兩下 一下那邊蹭兩下 到底在做什麼 我看不懂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我想不透哎 所以 如果追人主席 你真的有這個心 如果黃麗錦茹主委 你真的有這個心 你們就一起 跟韓濱韓國瑜約個時間 直接去跟他談 然後去了解 他目前現階段 最大的困境在什麼地方 他的考量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辦法幫他解決 那如果人家沒有 你沒有辦法幫他解決 也不要為難人家 那如果你有辦法幫他解決 就盡量去告訴他 然後趕快備戰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們這一個中正化 你選了一名選多久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很多事情在我看來 其實本來有比較簡單的做法 但他們就是喜歡迂迴 一直繞圈圈 是怎樣你們都武當派 都學太極權 所以我真的 覺得這樣做是不好的 那韓國瑜其實你看 朱立雲那天講了之後 韓國瑜的就是不斷的 韓國瑜就是用太極權的方式 拒絕你了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好你從阿爸這邊 下不了手你可以直接 韓濱現在也是個成人 你可以直接找他 跟他約時間 你們也有他的電話 跟他約也不是困難的事情 就直接去找他談 然後不要用這種放消息的方式 國民黨最喜歡亂放 這種莫名其妙的消息一大堆 美迪今天放這個 明天放那個 郭董那個東西 還不是一樣消息 都在亂放 你們就不能夠像一群正常人嗎 就一定要做成一群賊嗎 真的是我真的受不了你們 可是賓哥 因為這個中正萬華目前看起來還是綠大於藍 如果說國民黨這一局真的搞不定的話 那要怎麼辦 會非綠嗎 其實 宇美仁啊 中正萬華有綠大於藍嗎 林玉芳在那邊當了兩屆立委 他後來沒選上 是因為當時一個大逆風的關係 然後 第二 林玉芳第二次 那個要去重新復仇戰的時候 剛剛董哥也講啦 因為郭台銘啊 因為整個十四環境 差距很小喔 最後 郭台銘挺習立信 習立信啦 兩萬多票 林玉芳輸五天多票 把他拉下來 如果沒有習立信的話 林玉芳就上了 所以你說那個地方真的是綠大於藍嗎 未必 其實會 我認為是五五波 那當然要看美人姐 美人姐現在有人說他比較偏藍 有人說他比較偏綠 那不知道我們以前認識的美人姐是比較偏綠的 可是後來他罵路罵很兇 那他這幾年相對比較偏中間 對 所以這很難講 那我覺得 由美人姐在那個地方之後 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他也不容易布局 講實在話 是 我覺得這一場不管推誰出來 即使你推韓濱出來 也許勝算比較高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韓濱的選戰經驗也比較差 他可能年輕人那一套他很懂 但是不要忘記 中正萬華其實年長的人很多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錯綜複雜的一個地方 所以誰去其實也都沒有什麼必勝的把握 那我覺得國民黨要的是什麼 因為 過去為什麼想說不要從現任這三個裡頭找 因為這三個彼此不合已經不合很多年了 那每一次都在那邊自己扯自己後腿 所以黃麗錦如當然會希望找 他們三個之外的一個 然後這三個人又願意支持的人 所以韓濱變成一個最佳人選 可是問題是 就算是韓濱出來 我認為都沒有不見得那麼順利 美人姐當然也是第一次打選戰 但是美人姐的人脈也是很廣 他到時候能夠拉誰來幫他站台啊 或是找誰來支持啊 甚至搞不好郭台銘會去幫他站台啊 誰也不知道啊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很難說的事情 我認為當然韓濱的勝算會比較高 但是也不是溫中欸 那換成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這都是一場苦戰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就是要開大門 走大陸去做正確的事 用正常的方法去把人找出來 而不要偷偷摸摸 不是那沒有韓濱 國民黨就沒有人了嗎 在這一區 除了現階段這三位議員的問題之外 其他就沒了嗎 其實老實講 如果你要真的看的話 現階段真的是沒什麼人啊 因為這三個人彼此不合啊 你現在讓誰這三個哪一個出現 其他兩個大概就不爽 是啊 現在是這樣子 那這就是國民黨自體結構性的問題啊 那甚至我覺得 反正國民黨很多東西也是可以談啊 你們要不要去跟美人姐談一下 就直接禮讓他也是一種方法 如果你真的找不出人選來 那當然對一個政黨來講 最好不要這樣 最好是有自己的候選人 那問題就在於 如果你們自己也要去想備案 如果韓濱真的你沒有辦法勸服的話 那你們能夠找誰 叫林玉芳再次上陣 還是還是有其他人選 我說真的在那邊長期以來沒什麼人選 林玉芳本來要培養一個人 後來因為一件事情掛掉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過去長期 沒有培養人才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苦果自己要吞啊 BM沒有辦法幫你 可以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有中天 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會詮釋敢說真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說真話 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分力量 要不要再進行 可不可以下載 再進去 可以做的了嗎 我們可以做的嗎 我們可以做的嗎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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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